風邦勇士本週首場比賽碰上蒲園 除了要終止連敗 也是徐經哲總教練 和麥班達師徒對決的第二回合 12月17號兩隊首度交鋒 當時蒲園82比80險勝 這位師傅的徐總 當然要想辦法討回來 如果是兄弟就給我一場 應該開玩笑 上一次最單張他們的上半場 我們發揮得好 下半場變成他們發揮得好 所以就下半場 他們就取得比賽的勝利 蒲園的確在團隊的戰力上面 我應該講說 他們的先發跟替補之間 沒什麼落差 尤其他們只有EQ的連線 讓我們其實不只我們 我相信對各隊會有滿大的殺傷 因為E跟Q不是很在場 不是很在乎自己上場的時間 可是他們的效率卻很高 過招再熟悉不過老東家 許晉哲教練希望子弟兵 從細節做起 至於洋將Syler同樣磨到霍霍 預告要好好和新台灣人戴韋斯 趕一下 昨天我們在Puyin 那是第三個遊戲 在這陣子 所以我的腦子被疲累 後我比賽跟Boulard 和Liam 不很多人給Liam credit 他是強烈的 因為他一直在攻擊 所以我會打敗更多 我會更加激烈 我會更加激烈 以為我們得到贏 延寶要做很多 所以我會做我的最好 必須準備好對抗和對抗